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進一段下我們的One Piece 綁梯拉西了好不好 那大家聽到我的這個聲音的話 不要覺得奇怪 因為我去唱歌了 好了 把喉嚨唱爛了 然後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來玩什麼角色 一直以來啊 大家都跟哲平推薦 是我們的那個誰啊 我們的那個就是 年輕的這個雷利喔 然後我們是沒有玩過就是老年的這個雷利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就來玩一下老年的雷利 來看一下究竟好不好玩 因為聽說好像老年的雷利的話好像是比那個吧 比老年的白鬍子還要更好一點點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我們看這個老年的雷利 我自己個人的話也是還蠻喜歡老年的雷利的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話他是攻擊手 所以就先給他裝個這個攻擊的這個套走 應該是ok的 然後因為他這邊100等了啦 所以他可以再 裝備一個獎章 我們隨便裝一下好了 這個是 我方 財寶區比別人多的手受到減傷減少 然後這是 減少的 然後擊飛敵人 ok好看一下這個 雖然我也不知道他有什麼效果 然後 他的技能的話是這個 冥皇居合 朝中距離的敵人衝撞並造成損傷 技能發動後一定時間內擁有這個亮槍無效的這個效果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這個 冥王穿刺 對遠距離一定範圍內的敵人造成損傷 技能發動後一定時間內擁有這個亮槍無效效果 LV5的話會賦予這個移動輸度減少了這個效果 所以感覺好像 也沒有太多的一些就是那個比如說定人啊或是 房的之類的東西 還是其他 在準回方面會有什麼東西嗎 我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特性的這個部分 喔唷 這個 準確迴避的時候瞬間移動至敵人附近喔 所以 他感覺好像是不是也是跟也是跟那個啊 就是跟那個年輕的時候一樣都是必須要準回的 這個準確迴避時瞬間移動後對近距離敵人範圍內 敵人賦予5秒的這個暈眩 所以 哇 雷蒂雷是不是從那個年輕到老都是準回人啊 好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 然後 最近的話我們賽季也只剩下一天了 那這一次的話是有順利的爬到我們的 SS位階 那下一次的話基本上 那我應該試一下就會來爬了喔 看一下我們可不可以打到就是 比較後面一點點這樣的感覺 沒問題 然後待會的話呢我們就來看一下最後面的這個 集場比賽能不能打出我們的好成績 發現啊就是因為我昨天基本上有比較去 控制唱歌的方式了所以昨天基本上 還可以畫畫或幹嘛還可以唱很多首 但是 隔天起來的話 就已經感覺到就是 有點 有點乏力了喔 但是 欸 影片還是要錄 啊希望不要出事 月底還有一場歌 歌賽啊 呵呵呵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基本上我們就先來玩一下我們這個雷蒂雷喔 然後 黑鬍子最近看到好像也還蠻不錯的 而且好像是一隻 守衛者吧 他好像會把別人就是吸到他那邊去這樣子 好我們就看一下我們這個 老年雷蒂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我們是 馬可躲騎躲起來喔 走起 其實年輕雷蒂跟老年雷蒂大家好像都 就是都有推啦就不會像是白鬍子就是那個大家都不推那個老的 年輕的倒是蠻多人都說可以玩的老的好像就沒那麼多可以玩的地方 好來了 來看一下 蕾利 有點帥喔 好像我們的這個攻擊手啊 綠鼠的這個攻擊手 好那我們就先直接 往前走了 說愛說就是要準回啦好不好然後我發現就是 我目前來說因為這遊戲基本上陷入有時候還是會不好了 但是 大概可以抓到一些人的那個準回的這個節奏 1 2 好 多 哎呦我們這組 很厲害喔 吼 吼 我看一下該怎麼玩 喔呦 我被打爛 咬那個咬 沒準回到 嘿 我都沒準回到啊完了 好沒事 趕快換馬可躲起囉 哈哈 欸真的有時候真的還是蠻難抓的 他們覺得我好像 玩其他角色都比較容易準回 大家看我玩其他這麼多次你就會發現 玩其他角色好像比較容易準回 好我們先飛了 偷偷躲起 害索隆 我以為他沒在看地圖耶 他居然有 躲躲躲 嘿嘿 最喜歡玩這種躲寶角啦 不用怕被砍 欸會耶還是怕被砍 推出去 喔 好恐怖的索隆喔 欸這索隆真的很誇張耶 誰啊 我剛剛以為那個是馬可死掉的聲音 結果不是 笑死 歐丹尼都流 哇他是超lag 哇沒有準 欸 怎麼都沒有準回到啊 欸 為什麼 剛才應該準回到了吧 哇靠 欸不行欸 打都打不了 欸我這邊砍爛了啦 完了 玉田發神經了 繼續躲 來囉 奇奇 哇全部都被躲掉了 完了 哇怎麼又是索隆啊 真的欸今天都沒準回到耶 當我要準回的時候都準回不了 有一次了 完了被砍爛了 好恐怖喔我的天 我剛在那邊打的時候那個玉田那邊我不是已經順了蠻多次了吧 看來是沒有對沒有抓到節奏啊好可惜喔 又沒有準回了真的耶這個 如果你們是想要玩技術型的角色真的是 感覺雷利也都可以思考一下 因為雷利基本上他就是那個準回人你知道嗎 就是他什麼的招式都跟準回綁在一起耶 好恐怖喔 然後我們那個誰啊 騙人部他的爸 耶穌部好像也是準回人喔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用那個準回來去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打出一些攻勢這樣子 然後目前來說 年輕的雷利是不是有一招是可以就是順到旁邊去啊 就是跟那個誰 跟那個紅法差不多嗎 還是其實他也是用那個準回去順到別人旁邊去 那個我就忘記了太久沒有玩那個年輕的雷利了 如果光玩老的雷利我連準回都尻不出來我大概我大概應該還是還是算了吧 這隻角色基本上當初啊就是 哲平因為哲平很喜歡老頭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是有問大家說可不可以玩雷利或什麼之類的 大家都說那隻角色不適合你 那隻角色不適合你 確實 那種就是比較需要一點點的那個 反應判斷的 我想說我最近這個準回的能力應該有提升不少啊 可惡 居然沒有嗎 太尷尷了 重點是那個索隆真的好誇張 一直一直那個露出他的那個就是佛祖佛像然後就直接把我們給砍爛了 這真的是到處都是索隆 反正就是大媽比較少看到耶索隆好像第一名吧然後第二名大概就是那個凱多了吧因為他可以直接飛最後面然後大媽真的是 比較偏少 兩個比起來的話 可以喔我們那個 我來守一下 原來從下面來了 原來想壞壞 紅髮 3 2 1 欸你看 我這應該有閃道吧 為什麼不算啊 為什麼不算啊 什麼意思 我剛剛應該算是有閃道了吧 以我自己目測來說 照理來說應該是有閃道才對 為什麼會這樣 救命會這樣子咧 一人飛邊 你去你家我去你家 你去我家我去你家 一人飛邊 沒有問題 為什麼啊 馬可不是 應該是那個吧 狀態什麼東西 因為馬可好像會被狀態那些什麼來打到 暈眩啊或是幹嘛之類的 也不是要幹嘛 隊友很強沒事 對啊會暈眩 會暈會暈 我這邊都他們的人 完了爆了 我覺得今天好像比較 比較比較比較卡住的感覺啊今天 而且我有時候就是 那個遊的遊玩的時候啊就是 我自己手就是已經在方向鍵上面了但是 我往前走的時候他們還是定在原地 你知道嗎 就很常會這樣 不知道什麼問題 我把他打死了耶好強喔魯夫 喔五個五個 加油加油 馬可又在偷啦 快快快 躲掉躲掉 nice 他們一次躲兩個耶 站好這個點 還有C點 我有KO喔 還是那隻索隆KO的 應該是索隆KO的吧 不小心自己走下來了 他 他順過來之後啊 哈哈哈 我們的 我們的kin就 過去要奪他 寶這樣子 哈哈哈 還行啦好不好 至少這場是贏的喔 好那我們今天晚上 體驗一下准回人 好不好 然後 又准回復起來了 好不好這個應該 哲平沒辦法玩的角色啦 不過我覺得 主要一個大點喔 主要一個大點就是 那個線路比較常不穩定 所以那個要抓 比較難抓 但是 也不能說這個是理由啦 因為 也不能把這個當理由啦 因為 其實還是蠻多人 都是有玩雷利 然後其實准回也發得很好 所以那個真的是 一切就是要看那個就是 個人的這個訓練環節 好不好 好那目前 今天玩的是我們這個 老年的這個雷利 我覺得應該是 年輕人會比較好一點點吧 年輕人是不是可以 順到別人旁邊去 因為我感覺 還是我今天也沒有開到 幾次准回啊 所以好像也不好說 這個角色的話 冥皇強襲 朝著遠距離前進 然後 損傷並擊被敵人 冥王斬擊 對啊這招啊 這個啊冥皇強襲 應該是可以順到旁邊去吧 對不對 就是 准回會順到旁邊去 然後冥皇強襲可以再順一次之類的 然後真正能夠順到旁邊去 那個是紅髮這樣子 對啊他也是有啊 他兩個敘述是一樣的啊 準確迴避時瞬間移動至敵人附近 但是 好啦 我不會準回啦 抱歉啦 哈哈 玩得很爛 好不好 那現在老的雷利跟年輕的雷利你們會推薦哪一隻呢 也可以分享給這篇章 或是分享給大家知道囉 那我是喜歡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